您入宿新的分宿兩年前 占對我們臺灣原生的處境 去進行調查也有收集處境 總共有收三十幾項 希望未來可以跟保養做處理 把這些原生情都保養下來 半三個而已 總算來到菜籍的地方 全好工具備去處境 開始一天的工作 專家說菜籍不需要備館備館 有時候還會受到蜂蜂 危險 也因為辛苦又危險 不僅全臺灣九十個專門負責 像菜籍工作的人 他的辛苦度還有危險度都是蠻高的 但是他們的工作又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採下來各種樹種 那就是未來我們在臺灣要造林用的 林亞樹經過兩年的時間 收集臺灣各種手政的經濟 除了希望撰出更多的手材 也對收集過程中了解不僅臺灣完成 手政的變化 像臺灣茶樹 它是屬於荒野鳳蝶 它的一個草 它的一個那個需要的一個食物 但是這幾年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感覺到 它的數量變得比較受到威脅 所以我們也很努力 就這個部分的一個保育的部分 來做採種跟去培育 糧木的一個努力 林亞樹基村 目前已經完成菜籍 改大成的任務 帕端村最適合在前的時間 進行生態 好有的工作 記者 杜坤河 新調報的